这位玉帝陛下,还真是总能整出些新花样,本以为把华有名忽悠进书院,就能顺利引导他朝正路发展,顺便让玉帝和王母的历劫身提前看对眼,迸发出正义的火花。 但华有名突然来一手赌门,倒是李长寿此前未想到的。 不止如此,华有名还强行立了一个标准,让大半不学无数的权贵家少年都被阻拦在外,看华有名嘴边那得意的笑意,他自己也应当。 不认识百个字吧? 李长寿暗自轻笑,刚想通知华府的那位将军大人来一趟,本已进入书院的夏宁霜,却翻了个白眼,舌身回反,对着蓝门的话有名道。 邵将军好大的威风,华有名眉角轻挑,淡然道,夏姑娘好大的口风。 夏宁霜并不着怒,有些单薄的身子靠在书院的大门上,抱起胳膊,淡然道。 书院老师乃是真正的大贤,他定下的规矩自有其道理。 你这强行加一条线纸,岂非画蛇添足,故意为难。 最前方的那群大人们,齐齐点头,画有名双手背在身后,昂头挺胸,朗声道。 正是因书院内的先生是当事大贤,咱们才更应要求严一些。 出身富贵,大字不识几个的,进去能学到什么? 倒不如将这些位置让出来,给本城那些真正读过书,学过道理的同辈。 这样才能为本城培养出更多人才。 各说,对不对? 下面那群穿雕带鱼的年轻小伙,顿时深以为然。 虽然一个个当着自家大人的面不敢出声,却暗中对画有名,竖起大拇指。 此言差矣,下宁霜淡然道,一时不学无术,又怎能代表一生便不学无术。 此地之牌位,大多是按城中全职高低所列,其职位或兄弟相传,或父子相传。 选七位城中全贵家的子弟,培养成才,对本城益处打。 还是选七位贫寒出身,满腔抱负,却无处施展的子弟,对本城益处打。 书院的先生让此地排位,靠前者先入内,未尝不是有这般考虑。 话有名一愣,眼珠转了转,立刻杠倒。 正如你刚才所说,一时不学无术,又不能代表此人一生便不学无术。 那一时不得意,也不代表此人一生便无宏伟大功。 邵将军可知自己在说什么? 夏宁霜指尖缠绕着一缕青丝,面纱后的嘴角微微冷笑。 你这般言语已是离经叛道,怕是要被华将军吊起来打的。 哼,话有名昂首道,本少何惧有之? 下方那群大人面面相去,他们也搞不懂这两个年轻人到底在说什么,但觉得都很有道理的样子。 正此时,书院内传来一阵大笑声。 身着宽松长袍的中年文士踏步而来,身姿飘逸出尘,披散的长发随风飘舞,一股祥和安逸的气息在各处回荡。 门外这拥堵的人群连忙行礼,不少妇人双目放光,海童少年们则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传说中的大贤。 登场的自然是李长寿的指导人。 好一个权贵贫寒之便,这位少将军如何称伙? 华有名? 锐气十足,无心甚畏。 李长寿双手揣在袖中,笑道,有名可否如实相告? 这般道理,是你心底所想,还是不愿入我书院,故意强词夺理。 下宁双喊道,他就是故意强词夺理。 华有名本想回敬一句,但面对眼前,这位先生,打心眼里不愿撒谎,便道, 先生莫怪,家父是本城守将,我今后也要做守护此地的将军,自当擒练拳脚,晚宫成马,早日有斩交擒虎之力。 识字什么的,我是不愿学的。 李长寿含笑道,华将军如何知道,我这里不教拳脚功夫。 言罢,李长寿从袖中抽出双手,左手招来一片落叶,又随手一致, 这落叶带着急笑声冲天起,在数十丈高的空中,炸出惊维声响。 华有名眼都看直了,李长寿笑道,想学? 嗯,嗯,华有名一阵点头,我教你啊。 李长寿双手揣回袖中,轻笑两声,转身回了书院。 华有名双眼放光,前后脚就跟了进去,让一旁的夏宁霜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华有名刚入内,下方就有十多个少年少女一拥而上, 待进得书院门中的足够二十人,院门自行闭合。 又过一个时辰,书院门再次打开,十三人垂头丧气地走出。 无论他们怎么想,都想不透这位大贤选弟子的标准是什么, 但总归是被筛了下来。 留下的七人为四男三女,一对青梅竹马有婚约, 一对姻缘店内有姻缘,一对自然就是玉帝和王母的历劫身, 以及一个凑数的。 此时的书院正中,四面通透的竹屋内, 七名少年少女各自盘坐在矮桌后。 微风袭来,竹叶沙沙作响,竹屋两侧的围蔓微微扬起, 坐在摇椅中的先生端着紫沙茶壶,温声聊着一些早已备好的话题, 让七个年轻人听得津津有味。 先生背后,甲山流水叮铃作响, 鸟蹄蛙鸣之声远远静静。 正是年少好时光,不负韶华莫宁伤。 李长寿谈天说地了一阵, 暗地里为其他五人点开灵根, 让他们有豁然开朗之感。 一点维持大贤之名的小技巧罢了, 待日暮西斜,李长寿站起身来,温声道, 不觉已是这般时辰,各自回去吧。 门外有七个布包, 其内是书院的衣物以及几本接下来要用的经文。 明日开始,每月单日来书院听课, 日出而至,日暮而回, 记得自己被一餐餐食。 我只会教导你们三年, 这三年能得多少,全看你们自身。 你们想学什么,我便教什么。 但我教什么,你们也要学什么,懂了吗? 夏宁霜笑道, 先生的意思是, 我们可各自提出一门想学的功课, 但我们所有人都要一同学习这些功课, 是这般吗? 宁霜当真聪明, 李长寿笑道, 便是这般。 夏宁霜隔壁桌的话永明, 嘴角一撇, 轻哼了声, 嘀咕道, 他就有点小聪明罢了。 夏宁霜翘脸一黑, 手指对着话永明, 做了个捏脸的动作, 凶巴巴的。 李长寿笑道, 下次上课, 你们三名女子入书院, 便不可再以面纱遮掩。 三位少女低头答应, 是, 回去吧, 明日见。 李长寿摆摆手, 背着手, 最先离开这竹屋, 留下七名少年少女, 在那小声惊叹。 先生, 话有名冲到竹屋边, 掀起围蔓, 高声呼喊, 先生您名号是什么? 其他六人不由一正, 他们仔细回想, 确实未曾听过这位大贤之名, 只知这是大贤, 是高人。 我呀, 李长寿扭头留下了一个侧脸, 以及淡淡的微笑, 沐清华, 这书院以后就叫沐华书院吧。 沐清华, 下宁霜低难, 目中流露出几分思索, 与此同时, 天庭通明殿中, 正捧着一张奏表仔细阅读的东目宫, 莫名感觉脖梗一凉, 到心泛起微微涟漪。 咋了, 这是, 玉帝陛下那边, 水神不是说已调查清楚, 开始引导了吗? 目宫有些不明所以, 喝了口热茶, 继续执行公务。 与此同时, 中神州某处方镇的客栈中, 武庄冠, 镇元大仙, 帝仙之祖, 原来是这样。 方镇客房中, 灵娥看着手中花费了几十颗零食买来的浴服, 查阅着旗内的讯息。 镇元大仙与三清老爷同辈, 算是天地间成名较早的大能, 但名气半数都是原字, 好有红云老祖之死。 这与镇元大仙形势低调, 极少在洪荒走动, 密切相关。 武庄冠的所在并非什么密文, 就在那犀牛鹤州东侧的万寿山上, 但中年被大阵所笼罩, 便是长生惊仙, 也无法入内。 灵娥仔细看着玉服中的这些文字, 盘腿坐在床榻上, 小眉头一阵轻皱。 该怎么才能败进这位大能? 镇元大仙有两样宝物极为厉害, 一是极其罕见的先天灵根人参果树, 二是可当作防御至宝, 施展的特殊宝物。 帝书, 洪荒自上古就流传着天地人三书的传说, 天书归于天道, 不知其祥。 帝书与镇元大仙相伴生, 乃是天地胎魔所化, 拥有开辟世界, 操控万物之功效。 仁书便是生死部, 又称之为三生明书, 可决定生灵之命徒。 能执掌帝书, 镇元大仙的本领自是非同寻常, 据说极善乾坤大道, 有诸多乾坤大神通。 面对这般前辈, 讨巧是绝对不行的, 必须如实以告。 师兄给自己安排的这次试炼, 看似是去送信, 未尝不是存了搞点人参果, 给师父续命的念想。 灵鹅仔细盘算着自己的跟脚, 发现除却是师兄的师妹, 其他大多有些普通, 偏偏, 师兄的身份又不能暴露出去。 哎, 好难呀。 灵鹅哀叹着, 有气无力地躺在床榻上, 抱过贴着师兄画像的枕头, 在床上翻来覆去, 一阵打滚, 直到秀发凌乱, 才悠悠地叹了口气。 去万寿山碰碰运气吗? 万一这高人一眼识破了, 自己是天庭水神的师妹, 直接放自己进去呢? 那也不对, 这高人可不可信, 还要另说, 贸然前往, 成功的可能性太低了, 还有可能遇到一些麻烦。 他前前后后调查了两个多月, 根本打听不到, 这位高人有什么喜好。 逢人提起镇元大仙, 都是帝叔, 人参果, 红云老祖太惨了, 再无其他有效的情报。 这题简直太难了些, 还是不能急于一时, 要栩栩涂枝。 灵娥坐起身来, 攥着小拳头, 轻轻挥了挥。 继续查, 无论最后成功与否, 自己只要做到能力范围内的万全准备, 失败了也不用后悔。 为了师父, 能多活几万年。 为了师兄能放心自己, 让自己能早日帮师兄分担一些压力。 镇元大仙, 有没有女徒弟之类的? 灵娥眨眨眼, 走到窗台旁, 打开一条缝隙, 看向了窗外的方阵。 此时他距离万寿山, 已不算太远。 黑池峰的水潭旁, 白泽化作本体, 头顶的一只长羽, 指向了水潭中的画面, 感应着灵娥的吉凶。 很快, 白泽恢复人形, 对一旁站着的李长寿道。 水神放心就是, 灵娥并无凶祸, 与卦象所显, 毫无二致。 李长寿缓缓点头, 笑道, 白先生费心了。 唉, 小事, 白泽做了个请的首饰, 与李长寿一同入座, 聊起了南州之事。 李长寿顺便也在白泽这里取取经, 相当于让白泽替自己备课, 准备着明日正式开课的内容。 两人谈论了一阵, 白泽笑道, 水神, 做玉帝王母的老师, 感觉如何? 先生莫要这般言语, 李长寿正色道, 我只是, 做一些护卫之事, 且护卫的是玉帝与王母的历节转世身, 绝非玉帝王母之事。 是。 白泽眯眼笑着, 水神说的是, 那座玉帝王母的护卫, 感觉如何? 李长寿叹道, 内心, 又不敢乱教什么, 说的话, 还会被玉帝陛下和王母娘娘记在心中, 很容易产生未知的影响。 走一步看一步吧, 主要是促成那两位的仪式姻缘。 现在还是想想, 等陛下回归天庭, 我该如何跟陛下解释, 他这一世的姻缘, 为啥还是王母吧? 确实不容易, 水神你。 白泽话语突然顿住, 皱眉看向了李长寿。 虽目无法见, 虽先是无法感知, 但此时, 李长寿四世被从天而降的一股道运包裹。 仔细感应这般道运, 白泽像是闯入了一片混沌无垠的天地, 而自身宛若一粒沙尘, 又觉得这天地间蕴含着无数智力, 无尽玄妙。 圣人道运? 白泽目中流露出几分安然, 以致这定是太清圣人在与李长寿对话, 羡慕也是羡慕不来的, 只能跟在水神身边混混日子了。 片刻后, 李长寿睁开双眼, 缓缓吐了口气。 白先生, 可知域外天魔都有哪般本领? 嗯? 白泽不由一正。 正此时, 小穷风上有轻微的乾坤扰动, 两股仙天宝物的道运乍线又迅速消失不见。 白泽立刻到, 域外天魔非洪荒生灵, 大多为开天辟地前的仙天魔神之后, 他们变化多端, 对洪荒天地与洪荒生灵, 奸诈, 残忍, 只知毁灭, 意图让洪荒天地归于混沌。 自开天辟地后, 远古时就爆发过洪荒生灵与域外天魔之战, 不过后者不堪一击。 水神, 可是玄都城战事吃解, 你我须前去池原。 玄都城那边大师兄应付地过来, 李长寿左手张开, 一团云雾缓缓凝成, 其内显出一段模糊的画面。 一座古城悬浮于虚空之中, 周遭是浓浓的灰色雾气。 此刻, 正有数不清的黑影自雾气中冲出, 无边无际, 汗不畏死, 冲向这座古城外围。 古城各处闪耀着璀璨光亮, 数不清有多少众大阵正在运转。 那些无法看清形状的黑影, 就是冲击着这些大阵的光闭。 古城中央是一团七彩漩涡, 那便是洪荒天地的入口。 大阵内, 能看到一道道身影在各处飞驰, 不断修补大阵缺漏, 且对外打出道道流光。 战局总体平稳。 突然间, 外围灰云震荡, 一头头无法名撞的漆黑巨兽 飞出混沌海, 朝大阵直直撞来, 在大城左侧撕开了一条缺口。 立刻, 数不清多少黑影自缺口一拥而入。 古城爆发道道流光, 又有一批守卫自城中飞出, 将大半黑影直接剿灭。 但乱战中, 依然有数十道黑影抱成一团, 冲入了那口七彩漩涡。 漩涡内, 电闪雷鸣。 当更多的黑影即将冲入大阵缺口, 两缕黑白气息悄然出现, 将大阵缺口前的黑影直接消融。 先天至宝太极突现, 瞬间将古城完全包裹。 阴阳之力, 逆顺之间, 那些无法名状的漆黑巨兽, 顷刻炸碎。 大法师的身影于城前傲然而立, 城中的那些人影明显松了口气。 刚要有人转身追赶此前逃走的黑影, 四面八方的灰色气息中, 探出了一只只七彩斑斓的触角。 大法师扭头道, 不必追了, 自有人收拾他们, 快些修复大阵, 来应查了。 画面一转, 一团黑影自虚空而来, 撞入了一片狭窄的小天地, 紧随其后的是一道紫色神雷。 这道神雷似能将这处小千世界直接粉碎, 但雷霆轻轻振战, 化作了一片壮观无比的雷幕, 将这片小千世界包裹其中, 若牢笼般。 然后人差从而越来救命中的一片独 streamlined到京都的独处中。